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牽涉拜登家族貪腐醜聞的電郵門風暴 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早幾天 亨特的生意前合夥人波布林斯基 上到霍氏新聞那裡爆料 並且實名指控拜登說謊 拜登陣營支持者反過來指控波布林斯基 說他根本就是所謂的黨派黑客 即是說他擺明就是共和黨派過來抹黑拜登 而且又指控波布林斯基是俄羅斯的特工等等 總之說得出就說 務求抹黑別人還自己清白 好了 來到昨天 其中一名民主黨籍的眾議員叫做卡納 他走出來證實 說這個波布林斯基其實是民主黨的長期支持者 並非什麼黨派黑客 或者是俄國特工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波布林斯基在上到霍氏新聞爆料的時候就說過 已經主動向聯邦調查局FBI 和美國國會 提供拜登家族涉嫌以權謀私的證據 包括了一些電子郵件和短訊的紀錄等等 他還說自己曾經先後兩次 跟拜登會面過 其就其在 拜登其實從頭到尾 都沒有出面 否認和波布林斯基 見過兩次 他完全是不自可否 但是 拜登陣營的支持者 就不斷插 波布林斯基 去公開 拜登家族的內部文件 其實你就是黨派黑黑 你就是共和黨那邊派過來 打倒拜登 波布林斯基 也不是沒有幫自己辯解過 他曾經說過 說自己這一連串的爆料行為 根本上就不牽涉 兩黨之間的爭鬥 而是 他想美國人民應該對於 拜登家族涉嫌貪腐這件事 進行徹底的調查 而他本人和他的家族 在過去更加是長期支持民主黨 當時就是他自己自說自話 未有任何確實的證據 到了昨天 有一名民主黨籍的眾議員 是來自加州的 這個叫做卡納 他跑出來幫這位波布林斯基 還他一個清白 這一位卡納 發給波布林斯基的電郵 在昨天就流出了 到底是怎麼寫的呢 他就向波布林斯基交代 已經向《紐約時報》寫了一份聲明 我卡納就很了解你波布林斯基的為人 你一直都跟我光明正大地做事 而你和你的家族成員 一向都很支持我的 就算媒體問我 我也是這樣回答的 我拒絕就著你對於拜登家族所提出的指控細節 發表任何評論 因為我一點都不了解相關的內容 但是我必須說到 我是很尊重你波布林斯基為美國所作出的服務 在我和你的交往之中 你從來都不是一個什麼黨派的黑客 相反地 你所作所為 往往就將國家利益 置於黨派利益之上 同時我亦都向《紐約時報》說明了 我不認為你波布林斯基是什麼俄羅斯特工 我將會繼續向任何向我查詢的媒體 作出同樣的聲明 而我亦都要對你波布林斯基 在過去向我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謝 我們民主黨在競選活動當中 有一項嚴格政策 就是絕對不會接受非美國公民或者綠卡持有人的政治捐獻 我們要求 在網站上的每一筆捐款都要進行明確的核實 我們很重視這一點 我們在這項政策上就沒有任何妥協 所以 我是從來都沒有接受過任何非美國公民或者非綠卡持有人的捐款 我仍然是很感激你過去對我的支持 以及請你和你的家人在往後繼續向我提供支持 這一篇就是 卡納眾議員 發給波布林斯基的電郵 說得很清楚 第一 根本上這個波布林斯基就是民主黨的長期支持者 曾經對於卡納進行過多次的政治捐獻 甚至是會支持卡納競選眾議員 試問一個民主黨的長期支持者 你又怎能夠說他是一個黨派黑客 或者是共和黨派來抹黑拜登做低拜登的一個人 是不是 有些拜登陣營的支持者急起上來 甚至乎 就良心都當狗肺 屈這個波布林斯基是俄羅斯特工 如果他是俄羅斯特工 怎麼會長期對於卡納眾議員一直都支持他的競選活動 那你說不說得通 所以 抹黑別人就還不了自己清白 現在幸好有這個卡納眾議員出來仗義執言 幫這個波布林斯基說兩句好說話 幫他澄清 否則他一直被人冤枉 那這些完全不是論點對駁 或者是理性討論 對不對 而還有一件事 特朗普陣營也是走出來 對拜登作出了兩大質疑 第一他們質疑 為什麼拜登從來都沒有否認過是曾經跟波布林斯基會面 奇怪是不是 如果你說 我不認識這個人 那你應該出來說 那你又沒有出來說 是不是意味著 其實你默認曾經是兩次跟波布林斯基會面 而波布林斯基就指控你是那個壁街 說你是那個大人物 說你是掌控了百分之十的股權利益 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拜登一直以來只懂得從傳媒說 就說對於亨特在海外所做的生意 就一點都不知情 而且你本人也沒有參與 但是你有沒有見過波布林斯基呢 特朗普陣營就出來質疑這一點 第二點 原來司法部 有些消息人士就出來爆料 說其實聯邦調查局FBI 在去年就已經啟動了對亨特的調查 目前仍然在繼續當中 好了 特朗普陣營就出來質疑第二件事 就是 既然FBI都已經在調查你亨特的時候 你作為他爸爸怎麼會完全不知情啊 這些是說不通的嘛 你拜登經常走出來說 毫不知情啊 沒有參與過 原來連你的兒子被FBI調查 你都可以說是不知道的 靠你去管治一個超級大國 就真是糟糕了 你到底知道這個世界 在發生什麼事啊 你到底知道這個國家是應該怎樣來操作的啊 蛤 自己的兒子被人查都可以說不知道的 靠你去管治 難怪特朗普就會批評 說你這個拜登是sleepy joe 說你是眼睡 joe 是不是啊 特朗普陣營就提出了這兩大質疑啊 拜登其實也是照舊 完全不去出面回應這些事 我估計他就一直 只會懂得否認相關的指控 而且就說自己毫不知情 就一直滾過去就算了 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是不是呢 你有沒有見過波布林斯基呢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兒子被FBI調查 很簡單的 這些問題 yes or no 一句都不敢回應 好了 現在呢 總統大選就其實 跑到直路的階段了 到底 特朗普和拜登所採取的競選策略是怎樣呢 特朗普呢 就把所有的競選活動塞滿了他的行程 甚至乎一天他就是穿州過省 出席三場的大型造勢活動 可見得到 特朗普那種的魄力是仍然在 雖然他都已經是74歲高齡 而且又剛剛種完這隻武肺好 但是他仍然是把全副精神 投放在那些搖擺州份當中 至於拜登又怎樣呢 拜登在星期六就會出席兩個 在同一個搖擺州份的活動 就是說你叫他坐飛機穿州過省 他可能精神上就受不了了 特朗普呢 三個不同的州他都去的 你拜登就在同一個州兩個活動 你厲害了 好了 到星期一的時候又怎樣呢 沒有活動了 星期二又怎樣呢 就去這個深紅的州份 喬治亞州 其實他去喬治亞州是比較奇怪的 自從1992年的總統大選開始 共和黨一直都是在喬治亞州勝出的 民主黨是一次都沒有贏過 那麼大家也知道 你去到最後這個階段 當然是去那些 叮噹碼頭的搖擺州份 拉票 喬票 搶票 才是最有效的 但是拜登就選擇了去喬治亞州 當然啦 有些分析就認為 拜登這次都已經坐定了 所以他就索性去一些深紅的州份 喬票 但是 會不會是過度自信了一點呢 去到選前一天竟然去一些深紅的州份 這個其實就於你有多少不合的 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這個 競選策略會是這樣 拜登就有為他的競選策略作出說明的 他就說自己沒有過份自信 只是想保證贏得所需要的票數而已 但是為什麼你不去搖擺州呢 是很奇怪的 反而特朗普的策略就正常很多 連續幾天 在這個大選之前都是去那些搖擺州份 當然啦 現在只是看郵寄投票 或者是提前投票的數字 所有搖擺州份都是民主黨的支持者領先的 所以 去到正式投票那天就很關鍵了 到底共和黨和特朗普能夠動員得到多少核心支持者 忠誠的支持者出來投票呢 那一天就是翻盤的關鍵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